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叶子 丁哥 怎么回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怎么回事 都是设计好的 我们的家人都没事吗 他们没事 骗你们的 万维的奶奶没事 也不能说没事 很危险 但是抢救过来了 乌亚也没得病 没休学 俞俊 顾洁大家都没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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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蜗蜗 我替你吧 你休息一会儿 对不起 我不知道事情 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不是故意要锁你呢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奶奶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万一她真的 你有想过事情 会变成什么样吗 这笔债你们四个人怎么还 不知道会变成这样 这个理由什么时候会被用蜡 这段时间你撒到枕头地下的钱 我给你放到分尘台了 你拿回去吧 别给我们钱 别假装关心和愧疚 别用你的钱 买自己的心啊 喂 丁哥 不好意思这么晚打给你 我 有点事 我想问你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我该怎么办啊 我该怎么办啊 我相信丁哥 能处理这些事 当时只能想到他了 你们没事吧 你们没事吧 什么叫没事 我们之所以没出大问题 是因为丁老师一直在帮你们擦屁股 帮你们善后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也是 你还好吗 挺好的 丁老师会定期在我家做家访 还让我去做心理咨询 慢慢地我就好起来了 他们也是 袁伟 你真是 你知不知道因为无亚的事 我还专门去报了班上课 学习作为老师如何处理效应问题 还有你 你 我真是每一天分分钟被你气成高血压啊 不仅是你 还有小九 知道为什么这节晚子去叫你吗 现在就咱们俩 也没其他人知道 丁哥 你好严肃啊 我问你啊 班费的事你知道是谁做的吗 我相信不是顾洁 您这 问我 我上哪儿知道去 不过我也觉得应该不是顾洁 平时跟他相处 感觉得出来 小九啊 这件事是尤阳做的吧 怎么可能 尤阳虽然脾气不太好 但肯定不会做这种事 再说 他平时都跟我待在一块儿 哪儿来的时间能这个 对吧 我也希望是我想错的 但是小九 如果你真的知道些什么 我希望你能告诉我 有些道理你是明白的 包容朋友做恶事 这并不是义气 这并不是义气 有些事情现在不纠正 以后就晚了 我知道 我当然知道 但这事 真的不是以往做的 行 你回去上课吧 好 好 谢谢林哥 各位同学注意一下啊 班费是我之前让顾洁保管的 我给忘了 我知道班上有些同学爱说闲话 但是 班费的事确实是我给忘了 错不在顾洁 顾洁 老师在这里向你道歉 你受委屈了 行了 以后大家都别叽叽喳喳地说闲话了 管好自己的事 下面把五三拿出来 所以 在万维家的事情发生之后 你就去找丁哥帮忙了 本来 我只是想知道该怎么办 怎么做 才能够补偿他们 但后来 尤阳 我发现上大学之后 你还是老样子 以欺压别人为乐 我对你们 还是有感情的 我不想让你们继续这样下去 我怕以后 会有更大的 报应 找上你们 不过 动嘴说一说 你们应该是听不进去的 那我们分头行动 大家要注意啊 安全第一 我来了啊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别啊 应该我啊 这个也太真了吧 你尝一下吧 这个可以吃的 你要是尝一下 卡 不对 你要知道表演艺术 它讲究的就是真听真看 真感受 你平平 你细平平 来 到的位置 眼神坚定 这会不会太假了 没事 挂着吧 还有这个 挂那边 好 石头剪刀布 出拳头 输的概率会大一些 但是我觉得你 你别觉得了 万维脑子灵光 成绩又好 听他的 到时候你就稍微慢慢拍 再决定出哪只手 丁哥 这个是什么 行号屏幕器啊 干嘛 考场必备的 专业 还好他们没出什么大事 但是我们编造的 得病 修学 变成以暴之暴的恶人 唯一的亲人去世 所以丧失理智想要报复 这些事情都有可能 真实地发生 我们做过的每件坏事 会回头找上我们的 可怕就可怕在 当这些被称为报应的事情 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一切就都太迟了 对 万维 我真的很庆幸 你奶奶没出事 真的 我 我知道有些伤害 没办法弥补 有什么我们能做的 希望现在都不会太迟 你这个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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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